记者曾多次和杨兰面对面采访,每次都感到自如且舒适,他会微笑着聆听你提出的每个问题,即便面对范围略大的提问,他也会耐心的帮你重新梳理,并给予出色的回答。 自1990年从事媒体工作,至今已有28年,杨兰几乎从未在拍摄时出现过状况,镜头前的他总是不紧不慢,时刻保持优雅和从容,面对刁钻的采访对象,他也可以用充分的功课和婉转的辞早,轻易突破受访者的内心防线。 行经报7月20日版,在采访当日,杨兰很早便到公司处理事务,镜头外的她,是个负责不扣的女强人,除了陪伴家庭,几乎全身先投入到工作之中。 从媒体人跨界对文化企业家,做慈善,录制节目,拍摄人工智能纪录片,杨兰每一年都将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。 在这样一个技术发展迅速,各类产业都在因人工智能的冲击,而被重塑的时代,无论男女,终身学习都已经成为了必备的能力,甚至是一种生存本能。 读书扩大了认知世界的维度,在杨兰的采访中,他多次提到,改革开放给他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,便是能够原来世界全书。 改革开放初期,当中国刚刚开始对书和知识不再加以限制的时候,杨兰正被国外哲学书籍中严密的体系,澎湃且是化的语言所吸引。 例如,浮世的某种程度上,政治代表人类对于真相的不断追求。 当时最青春期的我们有非常大的冲击,杨兰,而杨兰对于媒体行业最初的热爱也来源于读书。 1980年,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,曾来到中国访问邓小平,就位擅长采访政坛人物,并以尖锐敏感的采访风格著称的女记者。 从此开始被更多中国人熟知,而杨兰也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诸如法拉奇的优秀新闻人的采访著作,他们让杨兰第一次感知到媒体的力量。 所以1998年,我开始做杨兰工作室,后来成为杨兰访谈录,其实也是受到这些书籍的影响。 即便是成为媒体人之后,杨兰也借工作之需,阅读了不少书籍,例如她曾采访经济、医学等各领域注作本身的学者们。 虽然这些书籍的专业性极高,文字也略深色难懂,但杨兰总是可以钻银其中,读书和采访一样,都扩大了我对世界认知的维度。 你看到的越多,受到激励的可能性就越大,你也会探索出自己更多的潜能,改,便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。 专业能力过瘾,你依然很难在陌生的环境下,成为另一种文化的记者,而我是中国人,因此杨兰选择回国,并创办了杨兰工作室节目。 他希望用中国记者的身份,采访全球各领域的精英学者,记录这个时代,虽然对外开放政策让很多外国人都愿意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,但节目创办初期的邀约还是非常困难。 大多需要靠杨兰一次次碰壁,拿自己的能力作为敲门针,杨兰访谈录采访比尔盖茨和巴菲特,曾有一次,杨兰采访一位研究艾滋病的华裔科学家时,原本定好的中文采访,却在采访前两小时被改为英文。 当时他汉毛都竖了起来,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两小时内,掌握大部分艾滋病病理学的英文术语,那些单词夸张点说,都是十几二十个字母,前全都是拉丁与茨根,但幸好最后他还是做到了。 接受过杨兰采访的英特尔前,CEO安迪格洛夫曾透露,来访中国后有两件事,改变了他对中国的认知,一是看到联想第一百万台电脑下了生产线,第二是没有想到中国有如此出色的女记者。 托比书氏却是年轻的美丽,在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里,杨兰思考时间最长的是改革开办后,你做过哪些逆流而上的事情? 他说,1994年,他依然从央市辞职出国留学,在那个年代看似是逆流而上的选择,当时他只是渴望见识世界,而不是舍不得自己已经得到的。 但这并非杨兰唯一依次逆流而上,1999年杨兰工作室一炮而空时,他却决定转型成为一名创业者,当时国内民营文化传媒企业的生存空间十分狭小,只有广告公司、电视剧制作公司的,才能分到一杯闹,更不要起很难靠收视率去争夺资源的历史、文化节目。 现在想来那时确实很有勇气,因为做出好的文化节目,是我想要做的事情。 2016年初,杨兰又开始筹备人工智能专题纪录片,只因曾有一篇报道说,未来50年内,人的思想可能会变成算法,被储存在电脑上。 杨兰很好奇,未来人是不是就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,当时外界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认知尚且,而杨兰却不惜耗费。 一年时间,阅读了30多本人工智能领域的书籍,带领团队走访了5国20多个城市,采访了80余位人工智能一线专家。 直到2017年,中国骑手各界挑战人工智能机器人阿法总,人机大战成为新闻头条,杨兰的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恰好播出,起前章性之高引发一片热议。 申办2022年冬奥会时,杨兰做陈述,杨兰每一步好像都踩在时代潮流之上,没有快一步,也没有慢一步,在记者看来,杨兰其实始终让自己处于探索和沉淀之中,时刻准备突破舒适区,创造更多价值。 虽然当你为了做有价值的东西而放弃术式的环境,去探索一些未知的冒险时,可能会摔得比较痛,但并不后悔,正如记者问姬他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死成母见时,杨兰直言他更希望孩子们去摸爬滚打,做自己想做的事,哪怕这个梦想在某一些阶段显得非常不适用,或找不到谋生的方法。 在年轻时就是需要去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,作者,张鹤新京报记者,责任编辑,阿尔法匠,突然网络。